今天的訊息是我們每分鐘都需要神 很多時候我們想到同神關係 有些人說我今早就要祈禱了 我今早就要看聖經了 但這個訊息就是每分鐘 即是分分鐘 有些人說不用這麼誇張 今天我會從聖經給大家看得到 就是說我們日常的生活 我們被一些東西影響的時候 譬如我們的言語、行為、心態會影響我們的見證 影響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 整天盡量在一個喜歡神的狀態 感激神的狀態 時時歡喜神、感激神 我們就容易得力 否則總是會有破口 有很多人說很難習慣 但經常去感謝神、經常想著耶穌 有些人來說是很困難 這是一個習慣來的 我可以說沒有人是一百分之一百 經常都是想著耶穌的 人是很難做到這種事的 我自己來說 我是盡量提自己這樣做 但我知道我不是一百分之八 也都從一百分之八距離很遠 不過我一可以 我記得我又會一直愛慕神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習慣 你就會發覺你的生命很大的提升 當我們的思想被不同的影響 是會影響我們的生命的 好了 有很多人就會以為可以靠自己做很多事 即是說他覺得 我都很厲害 都OK 我上班 我可以負責一個部門的 我有很多事我都負責到 我可以照顧很多人的 我們就覺得我們自己都可以搞定 我們覺得很多事靠自己 的而且可以做到 不過呢 不過是人的層次 我們分清的是神有神的層次 人有人的層次 人的層次是怎樣呢 就是愛心有限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會做錯的決定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會做錯的決定 就是想幫助人 但是呢 會可能說錯話 做錯的事情 或者聖結有限 即是說我們的生命裡面 總是有不不聖結的地方 能力有限 我們幫到人有多少能力呢 就是很多方面都有虧欠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這些地方 我想問大家 這裡有沒有人呢 你覺得你各樣東西都其實很齊備的 很全備的 各樣都沒有問題的 有沒有這種情況呢 因為你覺得真的很多地方都是很多決定的 其實我們都會 即是每一個人都會有很多決定的地方的 好了 那就是說為什麼需要經常親近神呢 就是因為神的領域很高 我現在用一個圖畫的比喻 但這個就不是真的準確的 因為這個小的公仔和這個大的耶穌 雙甲的倍數都不是說 如果你計算 即是他大小可能最多幾千倍 高度就不是 高度就幾十幾 即可能十幾倍 但是他大小可能幾百倍幾千倍 但是神高的我們不是幾百倍幾千倍的 神高的我們是無可限量的 所以就算用這個圖畫來的比喻 就是神的領域是高過我們的領域很多 即是人呢 是很多虧欠的地方的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真的需要神的 以賽書五十五章九字一起讀 天怎样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 這套聖經就用神就說了 用天和地比較 天有多高啊 天的高根本我們沒有人想像 因為呢 只是太陽系 不是啊 我們用火箭都飛不到去最遠的行星 這麼遠的地方 何況全個宇宙來說 太陽是一粒微塵來的 實在太大太大 而天呢 即是說 一直這樣上去的時候 根本真是高到不得了的 天高過地高過多少倍呢 真是很難以想像 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我們沒有人想像 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說 你能不能夠 飛上太空靠自己呢 第一你不飛上太空 第二你飛上太空的時候 冬都冬死了 沒有空氣就死了 但是神是維持整個宇宙的 即是我們在宇宙 只是能夠 即是根本生存都有困難的 在地球我們可以生存 但是離開地球 我們根本是無法生存的 只是講這種的能力 或者我們的溫度 體溫 稍微高兩三度 已經是很辛苦的 但是這個宇宙的溫度 太陽的溫度 是熱得不得了的 即是神創造的能夠 好熱 好冷 事實上 我們無論他的智慧 每一件事 事實上超過人的一切 神的愛是極大極大的 即是天如何高過地 照樣神的道路 和他的意念 是高過我們的意念 他的意念是極高 所以有神的意念是最好的 這個用一個比喻 你可不可以跳上天 你跳多高也好 你最高那個 最高那個跳高的能手 都不能夠跳上天 都不能夠跳上屋頂 不能夠跳上大廈的頂 我可不可以跳離開地球 離開地球 離開地球 出到那些行星的軌跡 根本我們人是無可能的 天堂和人的領域相差 真的太遠太遠 我沒有想像 沒有達到 但神是讓我們可以達到的 我們可以越來越像神 當我們越親近神的時候 都不會變成神 不過我們會接近 即是可以接近 有神的聖情 有神的愛神的憐憫 神的關心 但我們始終不會像神這樣 天堂和人間很大分別 即是在天堂那些人 充滿喜樂 充滿愛 但地上的人是怎樣 會累 很多人累的時候 沒有心機做事 沒有能力做事 或者會發怒 或者是家庭會炒鬧 或者有煩惱 或者懶惰 或者是懶惰 即是人實際上有很多 很多東西 是令到我們限制我們 跟天堂比是真的沒得比的 神的天堂是極高極高的 即是先所說 神的領域高於人的領域很多 第二點就是 人的罪和負面 令人有各樣的問題 即是我們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即是我們的圖 看到他有情緒 炒鬧 疲倦 還有很多的罪 各樣的事情 各樣的煩惱 即是人都是受很多的影響 而很多時候人就覺得 我已經好碟了 但是以為好碟 可以是有問題的 真言二十六章十二之一説 你見智慧有智慧的人嗎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裡有智慧人 你見過智慧有智慧的人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即是哪一個更加差 哪一個更加差 智慧也智慧 即是你以為自己厲害的人 反而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以為厲害的人 他就不會靠耶穌 他就不會依靠耶穌 他就不會依靠耶穌 他會靠自己的時候 他的問題可能更大 所以我們第一知道 就是最無指望的人 不是蠢的人 而是自以為事的人 自以為有智慧的人 反而不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我們覺得 我不用依靠神了 我不用依靠神了 反而會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說 神啊 你這麼全能 你這麼充滿愛 我一定要依靠你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 神又會提升我們 我們就不需要擔心了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的義 好像不潔淨 即我們的義 好像不潔淨的衣服 我們一起讀 以賽書羅四章四節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 所有的義 都像富貴的衣服 我們都像業子 漸漸枯光 我們的罪業 好像風把我們吹去 那有些人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人 會個個都不潔淨呢 我們的義 所有的義 所有不是某些 義就是說我們遵從神的地方 所有的義都好像骯髒衣 那怎麼會呢 因為我們人都會幫人的 我們都有很好的地方 所有的這些做好 都是骯髒衣 什麼意思呢 並且說 我們好像業展漸漸枯光 我們的罪業 好像風把我們吹去 即我們的罪 每一個人都有罪 什麼意思呢 因為幫人的時候 我們會不耐煩 這個人為什麼這麼難幫 這個人為什麼這麼不聽話 他不愛主 就是我們裡面會有這種的意念 那時候他覺得自己多好 他覺得我們已經很好 我幫人了 我經常幫人的 那時候 反而成為他的難助 就是說我們要明白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人做一件事 我舉例子 祈禱的時候 譬如你有些困難 你祈禱 神啊 求你醫治我 在祈禱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深信 神真的聽我們祈禱呢 神真的做工呢 因為在我們祈禱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神都不知道聽不聽的 就是祈禱 一路祈禱 會一路擔心 或者我們去傳呼音的時候 我們就會 一方面就是 懼怕 未傳呼音 我想問大家 這裡有誰人呢 你傳呼音的時候 未傳呼音 沒有懼怕的有沒有 會不會有時 怕死了 傳呼音不知道怎樣 我們每個都會有害怕 在傳呼音的時候 又說 他都沒有什麼反應 他都沒有什麼興趣 於是就會有一種失望的感覺 然後呢 傳呼音之後 又覺得自己做 好像做了沒有什麼功效 就是我們很多這些負面的感覺 都會可以在心中 所以呢 我們每個人 我們的義 做得多好都好 那你說 有些牧師 幫很多人 他真的幫很多人 的確是真的 但是 都依然 他生命裏面 一樣是 有些不耐煩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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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看不起人 他不是故意的 這個人這麼乖 這個人不乖 他心裡 為何這個人這麼殘忽 總會很容易 有些這樣的 負面感覺出來 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不去跨搖 有些人就會說 既然是這樣 這個人又 又罵人 又傷害人 又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這個就是侍奉神 不過他又 做得不夠好 一個人都不夠好 那兩個人就差不多 我想問大家 是不是差不多 第一個 就自然是傷害人的 一個是侍奉 不過侍奉 總是有規欠的地方 那我想問你 這兩個人是否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 是不是 的確不是差不多 為什麼 因為那個人 根本他就不是想遵從神 他就在傷害人 而這個人 他是想遵從神 雖然他的意 好像污慰的衣服 但他求主耶穌赦 他要侍奉神 神是喜悅的 即是說我們侍奉的仇 我們侍奉的仇 我們侍奉的仇 都說神啊 我有做得不要求你赦免我 神是歡喜的 所以那個完全同 一個是 他只要有堅悲的心 神就歡喜 但這個 他一直犯罪 根本是完全同 所以 罪是有不同的層次的 的確是有不同的層次 你說 有些人會這樣說 他做得那麼差 但你也有罪 那你有沒有好過他呢 我們不是說自己好過他 但我真是悔改 我信教耶穌 我真是嘗試遵從神 我做得不好 我就求主赦免 雖然我不是完美 但我是嘗試跟從神 而有做得不好求主赦免 神是歡喜的 所以我們看到分別在這裏 還有罪都有層次 譬如那種罪有什麼層次呢 雖然幾輕的罪都有破壞性 譬如自己先說是侍奉神的人 如果他一驕傲 都可以有很大的破壞性 我用其他例子 譬如說 有一個人 他經常都想 這些人真的不好 他沒有說 又沒有行動 不過他經常見識人 這些人真的不是那麼好 這個罪有沒有破壞性 有的 它影響他對人的態度 這一個層次 好了 但另一個人 他又不喜歡人 然後他見識人 就會罵人 就會傷害人 我想問你 兩個人的罪層次有沒有不同呢 是有的 因為他的傷害性是會大 並且有些人是剛硬的 不單止他犯罪 他還寬起人犯罪 他會推行人犯罪 的時候他的罪更加大 所以罪是有層次的 所以我們盡量 一有罪的意念 我們罪的意念都是罪的 譬如有小生氣的人 立刻處理 神就歡喜了 立刻求主席 立刻處理 神就歡喜 但我們的確知道 個個都是有罪 而我們覺得自己夠厲害 反而問題就會出現 而人心是壞到極處 有些人說 不是而已 我真的不是那麼壞 耶利米書十七章九字一起讀 人心美萬物都軌詐 壞到極處 誰能識透呢 有些人說 是不是壞到極處呢 當然每一個人壞的程度是有不同的 我們有更加壞的時候 應該未信主的時候 是更加會犯罪 是有時候會 我相信這裏 就是沒有一個人是例外的 是會試過刻意說謊 即是怎樣刻意說謊 想說謊 怎樣令到人相信我說這個謊 就會編一個故事 編好了 然後告訴別人 讓別人相信我們沒有說謊 我相信每人都試過 即是在我們未信耶穌的時候 信耶穌之後 會不會完全沒有說謊 這個是我們應該避開的 因為魔鬼是雪方之人的負擔 但有時有些誇大 譬如別人說到你 你有沒有什麼做不好 也有些少的 即是會將那些不好的 就降低的 這個都是一種狡猾 即是心就是狡猾 我的不好的東西 就不要讓你煎好 我的好東西 我就想你煎多些 即是人總是會用不同的方法 有時甚至 基督徒都一樣會有狡猾的地方 有時很輕微的 那個表現是很輕微 但它裡面是有狡猾 即是譬如說 很想別人賞識它 它就會用方法給別人 在人面前做些好事 給別人看到 總是用一些方法 給別人看到它 覺得它好些 這些都是 即是人的心 是會真的有那種狡猾的地方 好 還有另一點 就是人一下子的罪 已經有破壞性 即是不一定要長期的一下 我們一起讀一下 監督徒書六章八節 順著情慾殺種的 必從情慾收壞壞 就是說 情慾 我們犯罪的情慾 我們犯罪的意念 是會破壞的 譬如說 家庭 為什麼家庭這麼多破裂 為什麼這麼多婚姻問題呢 很多時候會這樣 因為當時找輔導 找我的 就是來找我 當時是女性比較多 男性比較少 找投助 那些女性又說 我最後不理我 又不幫家 又什麼什麼 就是吵鬧 又這樣那樣 我聽到 我都知道它是辛苦的 我一定會敬衡 我知道你很辛苦的 但是呢 當我們溝通了 我知道 它也有它的問題 為什麼它的問題呢 她的丈夫不好 她又見到她 又生氣死她 不想理她 說些說話 頂撞她 其實很多時候 罪是雙方的 而這個雙方 就會造成破壞 人的罪就是 衝口而出 第一件事就是 衝口而出的話 你說過幾次 後來真的發覺 很大破壞性 衝口而出 一句說話 可以傷害很大的 我自己有時 都想回一些 以前講的說話 真的覺得很後悔 為什麼會這樣 衝口而出呢 都不知為什麼 就是因為人的罪性 或者一下子 叫我好像覺得自己 聰明過人 好過人 跟人比較的時候 覺得自己好過人 我自己曾經 在一些同工開會的時候 即是不同教會 一起開會的時候 我聽到一些同工 他們分享 一些傳導人 分享他們的事夢很強 我心就很歡喜 試過有一次 有個人分享 他就很 即是很 怎樣呢 即是很 即是很平凡 我聽到 我心裏面就說 他的事夢 都不太突出 或者很平凡 我心裏面 就是看不起的心 其實神就提我 提我 你是誰 你的改變 都是我給你的 這個人的改變 都是我給他 無論他改變什麼程度 都是我的工作 那我立刻就認罪了 神啊你卸面我 即是有時一下子就驕傲 我也都試過為人祈禱 經歷很大的聖靈的工作 他心裏面就覺得 神的聖靈的能力 在我身上都很強 立刻神就提我 你不是你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不是你的能力 是我在你身上做功 是我做功 不是你做功 這樣的時候 我就實力幫我 因為我知道 如果當我一路建造 在基督的根基上 一路建造 一路是侍奉 但一路又驕傲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 插毀自己 有沒有人建屋 起夢牆 然後晚上又插毀 然後又再插毀 然後又再插毀 有沒有人敢建屋 沒有人敢建屋 沒有人敢建屋 但如果我們一路 又是侍奉神 但裡面有一種 尖尖自喜 我一個人 這樣的時候 一樣是有帶來破壞性的 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一下子的罪 可以破壞我們所做的一切 那我就 每一次我為人祈禱 我就提自己 神的工作 多謝耶穌 是神的造工 在裡面又覺得 歡喜能 這個不錯的 我就感謝神 神祝福我的事物 是神的工作 我將榮耀桂美主 在他心裡面去這樣處理 或者一下子 看小人 輕看人 或者一下子 情緒爆發 好生氣 馬上爆炸 心裡面很不開心 心懷不平 或者買錯東西 有沒有試過買錯東西 意思是說 很衝動去買 買完回來 為什麼買這種東西 都不需要 不知為什麼 花那麼多錢 就是說 其實人一生人 都會有很多 一下子的衝動 而做錯一些東西 而這些東西 都是有破壞性的 那我想說是什麼呢 人其實是 沒有可誇之處的 人是一生都有很多問題 是沒有可誇之處的 我們不像天上的聖徒 我們不像天上的聖徒 即是 我們不像天上的聖徒 應該有一個鬥禍 已經是 規決神的榮耀 不像天上的聖徒 就已經是 規決神的榮耀 羅馬書 三則日三則一誓 一誓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就是說 總之 我們沒有顯出 神的榮耀 就是犯罪了 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用一個例子 譬如 有一個出名的畫家 他畫了很多幅畫 不過有人 就把他 小孩子的時候 畫得很醜怪 那幅畫 放在那裡 的時候 那些人看 哇 很漂亮 為何這幅這麼醜怪 這幅畫 可以說 規決了畫家的榮耀 這個畫家不是這樣的質素 當然 一個小朋友 人家明白了就會接受 但如果 這幅畫就是他畫的 譬如說 有一個很出名的畫家 這幅畫就是他畫的 哇 這麼醜怪的 小朋友畫的畫 原來是小孩子的時候畫的 其實 我們基督徒 我們像天上的聖徒 充滿喜樂 充滿愛 其實我們個個都不是的 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基督徒 我們一生人 猛疹過幾次呢 數不數數幾次 幾次猛疹 灰心 被人影響 不開心 煩惱 實際上很多很多次 這些都是不彰顯神的榮耀的 就是說 令到人看到 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 全世界的基督徒充滿喜樂愛 世界上的人就會 對耶穌是很有好感的 不過很多人不肯信耶穌 為什麼呢 他們說 曾經有基督徒傷害過我 令到我很傷心 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 基督徒的不好見證 是規復神的榮耀 是令到很多人不喜歡找耶穌 以上所說 就是講到人的罪 是不見出神的榮耀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人不覺得需要神呢 今天我想說 我們分分鐘需要神 第一 第一 就是講到神高的人 高無限會 第二 就是人很多的缺點 第三 就是 既然人這麼低 應該會需要神 但是為什麼 不會覺得需要神 第一 就是驕傲 我都很聰明 我做了很多事情 而且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不過 那些事情夠不夠好呢 是不夠好的 就是因為人的驕傲 另外 以為自己夠聰明 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還有 多年沒有神 都可以 我又不死了 我又死了 我又照樣賺到錢 我又照樣做得好 有些人還說 我生意很成功 就是覺得他自己做得很好 所以他就覺得 我相信耶穌 為什麼要這麼依靠耶穌 我都很聰明 我什麼都做到 那時候 他覺得自己已經搞定了 他看不到人的限制 他看不到自己 雖然他做到好的地方 譬如很簡單 我們大家都見過 有些有錢老臨死的時候 有什麼發生呢 增加產 那是什麼呢 他賺了很多錢 不過有些人 他真的管理得不好 就是他的子女 就是他的子女 生出來的子女 是怎樣的子女 就是欠家產的子女 那時候 是完全 他不是成功的 他是賺錢成功的 他的家庭 他是管理得不成功的 他看不到自己的限制 還有人可以以為自己 可以逃脫神的眼睛 其實 沒有人可以逃脫神的眼睛 但是人就會說 不要緊 審判還有一段時間 慢慢來 以後先 於是覺得 慢慢來 就是覺得 我做些小事 我都做了很多好事 我都存了很多福佣 我奉獻了很多錢 所以以前做的不好的事 都可以掩蓋 其實這個是人的欺騙來的 那時候 他就看不到他需要神 當我們在捉神就很不同 捉神 經常有伸神 這裏代表什麽呢 充電 我們個個都需要充電 不過其實我應該用第二個 不應該用手機 因為手機一天充一次 已經夠用了 所以又弱 那應該用什麽呢 用電風扇 或者冷氣機 一無電 立即無力 那你說不是 我沒有充電 我沒有親人神 我都還有力 我們還可以生存 那問題是 你是不是將來神的榮 其實任何時間 我們滿有聖靈的果子 都是因為神的動作 我們親人神 才有聖靈的果子 當我們的心 掛念世上的事 當我們一煩 那些就會現形 我們基督徒的生命 就會現形 好了 那基督徒怎麽樣有好的生命呢 即是怎麽同神相連 經常同神相連 第一就是謙卑的時候 就會蒙福 針言二十二章四字一起讀 敬畏耶我華 生存謙卑 就得故有尊榮 生命為賞賜 原來 謙卑 即是說 我想問大家 是否謙卑本身 是一件這麽偉大的事 我想問大家 謙卑會帶來這麽多好的事 會帶來富足 尊榮 和生命得賞賜 所以我想問大家 是否因為謙卑這麽事 這個人有謙卑 這個人就很高了 其實不是的 而是謙卑只是說 我需要神 我幫助神 這麽解肉 謙卑其實我形容 好像什麽呢 也都好像馬丁路德形容 就是說 好像乞丐 信心就是什麽 乞丐很肚餓 又來給食物他吃他要不要 他實要 他很想要 基本上就是這樣 謙卑就是這樣 你可能會說 這麽黑丐真的很偉大 因為他會肯拿東西吃 你會說 黑丐很偉大 他會拿東西吃 我們不會說他很偉大 這個只是他謙卑 所以他能讓人給他吃 同樣我們得到神的祝福 不是因為我們很偉大 而是因為我們 不是因為這個 是因為神愛我們 而當我們謙卑的時候 我們來到神面前 神的祝福就來到 當我們謙卑的時候 即是神我需要你 我拔著你 我真的不行 有些人說 你也有些能力 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能力從哪裏來呢 都是神秘的 所以我們的智慧都是神秘的 我們就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當我們謙卑的時候 很多恩典 神就會歡喜 有些人說 有些人是假謙卑 神啊 既然你那麼喜歡謙卑 好吧 我就是謙卑給你看看 神啊 我呢 心裡面 就不是那個人自己悶 不過呢 神啊 表面就說到我需要你 這樣的時候 神都看到的 即是假謙卑 做給人看 有些外國人 他們覺得 中國人怎樣 經常都 是啊 是啊 謝謝 那種假謙卑 我們不是假謙卑 只是說 神啊 我需要你 我不行的 我自己不行 那神呢 就歡喜的 即是當人這樣的時候 神就會將他 賜給他豐富的生命 還有給他一個尊貴的生命 還有他有永遠的生命 越親的神 就越顯出 神的榮耀出來 哥倫多後書 4-7-7 我們有者寶貝 放在那氣裡 要顯出 顯明者莫大的能力 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 我們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裏作爛 卻不至失望 遭逼法 卻不至丟棄 打倒了 卻不至死亡 身上上 帶著耶穌的死 使耶穌的生日 已明在我們身上 這裏講到我們有這個寶貝 放在雅氣 寶貝是甚麼呢 大聲一點 聽不到 寶貝就是神 和神的恩怜 我們有這個寶貝 雅氣是甚麼 我們身體 即是一個很悲賤的器皿 一個普通的器皿 但這個悲賤的器皿 居然裏面又裝了一個 很貴重的寶石 全世界最貴重 最貴重的 比任何寶石更貴重的 神就住在我們裏面 我們其實很平凡 但我們有神 祂的榮光在我們裏面 真是很大的恩典 所以基督徒 我們訓練很多基督徒 他們很平凡 我們都是很平凡 他一經歷聖靈 他為人祈禱 那些人就會被神去改變 他可以放膽 有作見證的能力 為神作美好見證 我們有這個莫大的能力 一個非常大的能力 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 不是我們 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而有這個能力 就會因為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如果大家有一天 你還沒出門口 被家人罵了一段時間 你昨晚 你又沒有告訴我 你又沒有回家 你又說 或者你沒有準時回家 我們預備了飯 你又沒有回來吃 這樣就罵了一段時間 心裏就很不開心了 出門口 一出門口 巴士本來可能半個小時一班 一出來就看到巴士走了 又不開心了 回到公司 老闆又說 你做什麼 你昨天做這樣的事 你為什麼會做錯 接著 你見客人 那些客人又說 我不要你這份生意了 接著 那份生意 沒有了 假設一個人 由早到晚都是這樣遇見的時候 我想問問大家 他的心情會是怎樣 真是很難有人在這樣的狀況 連續被人傷害的時候 仍然有喜樂 是真是很難很難的 唯有當這個人 真是充滿神的同在 就算被人傷害 他依然平穩安靜 依然受傷害 這個真是很成熟 在神裡面 神愛我愛很寶貴的 我做錯就認錯 但如果我沒有做錯 我不用介意 這樣的時候 他四面受敵 卻是困住 寶羅就是這樣 寶羅真的被人追殺 他又不會在那裡說 死啦 我真的 為什麼我跟從神 一神這樣虧待我 他不要這樣去埋怨 而是他 他雖然這麼四面受敵 他依然靠著耶穌站穩 心裡作難 這個言文的意思 就是puzzle 就是困惑 但不會失望的 就算不明白為什麼 我不會失望 被迫白 但我不會被丟棄 打倒 但不會死亡 身上上有什麼 一起讀一讀 身上上 戴著耶穌的死 指耶穌的心 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就是我和耶穌一起死了 於是我就有新的生命 我怎樣不受人影響呢 就是神說不要緊 因為你祝福我 就算我被人傷害 我不用放在心上 有人看小我 我不要緊的 因為我生命很貴 這樣的時候 我與耶穌一起死 我又與耶穌一起活 那我就有新的生命了 這個就是 就是說一個人 他越是唯有親近神 才有力量 因為這個力量 就是屬天的 高於地的 真是這個世界上 有些基督徒 他們受寶大迫 但他依然站穩 不過這件事 是一定要處理生命 他一定要刻意 刻意 刻意 住在神的同在 不斷在神的同在 他才能夠有這種 這麼大的力量 這個容易嗎 四面受的 卻不會困住 受迫白的時候 會站穩的 好了 聖靈的果子 聖靈的果子 是誰結的 是聖靈結的 聖靈所結 不是說我們所結 是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什麼 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 即是 原來神就住在我們裡面 就會結出這些果子 即是我們越親近神 你裡面就越有平安喜樂 還有一個不滅的火 不斷去愛慕神 不斷倚靠神 神的生命就在裡面改變 我們上個禮拜一 就有一個姊妹 她就分享 這個姊妹她初來我們的時候 是很大的困難 因為她有很多釋放 有邪靈的釋放 情緒的釋放 她曾經哭 而且樂氣很久 但是到後來 上個禮拜一的時候 她是充滿喜樂 她笑得 整個肚子都痛了 笑得很鬆很鬆 她就作見證 看到神很真實的工作 另外一個姊妹 這個禮拜 傳了幾次訊息給我 她說什麼訊息呢 她說這個禮拜 我又為人祈禱 又趕出邪靈 又為人祈禱 又經歷聖靈 我說你教會接不接受 她就接受 她說師父接受 其實我記得了 師父 因為師父曾經來過我們聚會 看看我們聚會 我記得她是接受的 我就看到她的改變 我真的很感謝神 因為原來人給神改變 那個人的層次就高了 那個人以為靠自己 那層次就低了 那個問題就是 你想哪有個層次 有很多人侍奉 她是以為我真的靠耶穌 她真的會靠 以為靠耶穌 我今早有祈禱 但可能她的生命 不是完全被神改變 她說的訊息 都不是拔實耶穌 以靠耶穌 不是真的從神 完全得力 完全放下自己 總是會有些猛争 驕傲 怒嘈 這樣的時候 其實她的層次是低的 就是說聖靈的喜樂 平安不是很自由地 在她身上見出來 其實我們個個 沒有一個人是完全自由的 我們到何時會經歷到這個自由呢 當我們離世去耶穌的時候 有些人都是說 她一離世後來救回來 她就說 耶穌叫她回頭 她就說 靈一出來 哇 開心得 嘩 輕鬆得不得了 所有以前的煩惱 全都鬆了 一到天堂 看到那些人 充滿了愛 充滿喜樂 心真的很開心 那種生命很不同 她很羨慕 她很喜歡留在那裡 神要她回來 即是說 原來一個人 她真的 她的自我放下了 被神改變的時候 她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層次 有很多人雖然侍奉 但她是用人的層次侍奉的 她用人的層次幫人 她裡面依然帶著很多煩惱 不開心的 所以我今天鼓勵大家 進入神的層次 那為什麼 你說很難很難 那方法就很簡單 就是 經常知道我們需要耶穌 好了 怎樣 現在就說如何 怎樣可以時時刻 活出 需要神的心態 這種需要神的心態 一起讀一下 攻破自己的驕傲 認識神的美善 疏遠神必有破壞性 盡量整天思想聖經和愛主 不斷求神帶領 就是怎樣 攻破自己的驕傲 所有的驕傲都放下 我分享一下我和我太太的經歷 我太太真的對我好大愛心 很好的 非常好的一個太太 很欣賞 但其實我總有甩漏 人人都有甩漏 他都會有他甩漏 我有我的甩漏 我甩漏是什麼呢 有時聽她說話 聽完會忘記了 沒有留心 沒有回應 那她就告訴我 那告訴我 我的心裡面會怎樣 是不是很開心呢 第一個反應不會很開心 哎呀又壞了 又忘記了 沒有回應 那我就 在這個過程中 我發現人 收到任何的提議 都是很容易會負面的 但是我自己呢 我就刻意 我就說 其實我不算了什麼 我有機會 神給我這麼好的太太 給我一些提醒 又溫和的給我提醒 是一個恩典來的 那我就會 我會告訴自己 我欣賞她 我多謝她 我自己告訴自己 刻意接受 就是她說的話 多謝你 多謝你提醒我 我會留意的 那麼呢 就 在我心裡面也都感激神 感激神 我有個太太會幫我 就是我刻意放下我的驕傲 那我太太也都很好的 每次有些什麼 她告訴我 我需要改 那當我接受了 她又會放手 我說好 我留意了 她就會停了 然後她會做什麼呢 她就會抱一抱我 就讓我知道 這件事已經結束了 她抱一抱我 表示她是 她一直都愛我 其實我們有時候 都會拖著她的手 但是結束了 她又會抱一抱我 告訴我 沒事的了 不要緊的了 放手的了 可以這樣 我又很感謝神的 她又會 她會 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有時候她都會有些情緒 我跟她溝通的方法 就是讓她知道 你現在有些情緒 她又會很 立即便會處理 立即便會平靜下來 即是說 我們肯謙卑 我們便可以提升 但有很多夫妻 當一個和另一個說的時候 你需要改 立即的心就生氣了 我們自然是有不喜歡的感覺 通常來說 有人告訴你 要什麼改 是通常都不喜歡 但當她被這個自我控制 被這個情緒控制 她跟著會怎樣做 你又很聰明嗎 你又那次又壞了 你那次又壞了 你說我壞 難道你又好在哪裏 我們立即便會發怒 這樣的時候 人便很難給我們意見 就是因為她的驕傲 所以我想大家反省一下 在人提醒你的時候 你會否能夠放手接受呢 還是你覺得很難接受呢 很難真的聽到人的意見 接受人的意見 第二 就是知道神真是很美善 我希望大家都經常覺得 神真是好都不得了 神經常疼我 經常關心我 經常陪著我 其實神真是很好的 祂雖然至高 祂又很謙卑來幫我們 祂裏面又充滿愛 越親近祂 你就越充滿愛 越充滿喜樂 自從我在1998年 這個報道家為我按手其道 我經歷神那種這麼大的愛 還有後來經歷到神的喜樂 隨時一想一想一想 都立即有喜樂 我只知道我現在 嘗到天堂的喜樂 和愛的一小部分 我很嚮往將來 去到更嘗到的 我真的知道神是好 在我生命中 我看回 我的生命很多點 是神特別安排的 譬如很簡單 我曾經兩次 差不多可以瞎了眼 即被人刺到 差點那麼多 是神的恩典 有三次可以撞車死了 你一次可以 三隻手指劫斷了 全部都是神保守我 即我積得了很大的恩典 即神給我機會 今天健康 認救生存 並且能夠侍奉 我覺得是很好 我很喜歡神 我希望大家 想得到神一點 是一定的心中的神 有些人不是的 神也不公平 對那個人那麼好 對我又不是那麼好的 聖經說 先求神的國 和義的一切 給我們 神一定給的 當我們走神的路 一定給我們 那你說 為何不這麼快給呢 我都告訴大家 我都經歷過很長時間不給 在這段時間 我就去拔著神 但是神到時候 又會給的 一步一步為我開路 以前我曾經 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那時的侍奉都是困難的 未有經濟的時候 神有供應 不過每次供應 是幾個月 或者一年而已 或者兩年 試過有二十二個月 又試過有一年 試過幾個月 那我就說 不知道那時 這些錢用盡的時候 又怎樣 到時候 神又為我開路 這個都是 讓我們操練學習 拿著耶穌 耶穌到時候就會做事 在我生命中 實在太多 很多好的故事 有機會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看到神的美善 我希望大家都喜歡神 你喜歡神 你就能夠活出神 即經常都拿著耶穌 因為祂這麼好 人見到一個好的人 都會拿著祂做朋友 何況神這麼好 還有明白疏遠神一定有破壞性 當我們從神疏遠的時候 就整天都去思想 周夜思想 喜愛耶穌的律法 周夜思想 還有盡心盡聖 盡意淨力 盡力愛我們的主 我們的神 還有是不處的討告 凡是謝恩的時候 這樣他就 時事同神有密切關 變成求神帶領 做什麼事都求神帶領的時候 神就會感動我們帶領我們 好了 現在講到三個情況 我們一起讀 第一個情況 專注讀經討告的時候 怎樣一起讀 愛慕神 求神帶領 與神對話 自願神旨意成就 在我們專心親近神 我們每一個人 有一個時間 專注去看聖經 去親近神的時候 一號做的時候 不要只是看知識 不要就是 今天的經文 講些什麼知識 而是我們看到神的美事 我們就喜悅神愛慕祂 又求神帶領我們 與神對話 怎樣對話呢 神會提醒我們 你有誰生氣的 有誰不喜歡的 你心裏有什麼烏衛的 有什麼可以改善的 神會跟我們說話的 然後我們就願神你的子 以成就 好了 下面一起讀 日常生活 有時候 我會看到神 多謝神 賜給我這麼好的太太 她真的很有智慧 她是很有分辨的能力 亦都很柔和 我真的很感謝神 她是給我生命的提升 能夠幫助我提升 我這個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因為其實 好像我這樣都幫很多人 有些人說 那你幫人都夠好 但是神來說 依然說 你去到這裏 還有一段時間 還有很多地方 那你想要改善念呢 你要聽一下 你太太說話 聽一下聖經的說話 人有時候給我們的意見 其實都是很寶貴的 那你也是 生命 榮耀神 無論是蘇地 感謝耶穌哈利路亞 那時候都是榮耀神的 好了 下面一起讀一下 有困難 煩惱 傷害 馬上親近神 深信神 大愛 靠主處理 立即就親近神 譬如剛剛被人罵完 立即親近神 神是你愛我的 深信神大愛 神在愛我的 喜歡我的 靠主去處理 我想問一下大家 當你被人罵的時候 你通常會等多久才處理呢 你被人罵完 你會生氣多久 你會煩多久 你會生氣多久 你會生氣多久 然後你開始處理 越快處理是越好的 不過事實上很多人 是生氣一大輪的 有時可能生氣幾個月 生氣幾年 生氣幾十年都有的 當我們知道 有些人不喜歡他 我們就立即靠主處理 那你就越快了 即是他一說你 立即都不當一回事 不放在心上 放手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平安 這裏講到三個情況 無論你專注讀經的時間 你被神改變 做日常事的時候 被神改變 在處理困難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些成長 在處理困難的時候 那個成長是更加大的 在你被人罵的時候 上一次被人罵 你可能發脾氣很久 立即爆炸 但這次被人罵的時候 你說不要緊 我不用受到垃圾 那人不是垃圾 但他講的不好的說話 傷害說話 那些是垃圾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可以不介意 他給我提議 我接受 但他的負面情緒 我不需要受影響 我心裏祝福他 你這次這樣一信佈 神就好起願 這件事必定是怎樣 一定是在拔著耶穌 如果不是拔著耶穌 我們不要用力量 不拔著耶穌 我們很自然就會用人的反應 就會一直生氣 一直不開心 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 我分分鐘需要神 大家能不能夠 神啊 每一陣子 有這個習慣 行路搭車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這個一個層次 感謝耶穌 我愛耶穌 我歡喜耶穌 耶穌愛的我 一個層次 另一個層次 就是處理生命 為什麼呢 譬如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那些你不用太想 但是這些都是好的 因為你感激耶穌 喜歡耶穌 是會好的 那 當你的心平穩安靜 你又不用想 那一陣子 怎樣處理生命 你就會讚美神 你就會有力量 但是當我們讚美神 親近神 發覺有些東西卡住 那時候神就告訴你 你裡面有些東西處理 那我在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都是提醒我 當有人傷害我的時候 我立刻去處理 處理的時候 就算他不接受 我都依然放手 那我就學到處理了 就是說第一 我們經常親近神 第二 有人搞我們的時候 我們處理 處理了之後 我們就學習了 以後有人 那傷害我都這樣處理 我都不用放在心上 我亦都怎樣提升 基督徒的提升是怎樣呢 有神的同在 處理了垃圾 跟著一步一步 給神去用 我們當中有些人 是需要釋放醫治安慰 或者提升的 我希望你有個心 我將來都想祝福人 因為神會好喜悅 並且你將來會帶到人信耶穌 帶到人靈命更生 你會帶著聖靈的能力 我發覺很多人 有聖靈的能力 不是經歷聖靈很久的 有時經歷聖靈很短時間 立刻帶著能力 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可以 但這個一定是從不斷去想著耶穌 那其中一個 就是今天在這個世代 很多人都很忙 很忙呢 有些人說 我常常上班很忙 其實你正在上班的時候 我正在做 譬如我自己預備信息 當然預備信息 跟有些人上班是很不同的 我預備信息 我一直 多謝耶穌 讚你天賦 一邊哼歌 或者洗碗的時候 我都會一邊哼歌 唱歌 聽聖經 就是我時時總是盡量 停留在跟神相交的狀態 也都一有些什麼意念要處理 我就馬上處理 這樣的時候 神就會提我 神給我很多不同的意念 很多的 我的教導 都是在祈禱的時候 神給我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你就一步一步改善 我都逐步看到一些人 需要釋放的來到 今天有改善 我今天看到你有改善 感謝耶穌 從上一時來已經不同了 感謝耶穌 這就是 我們看到神工作 就歡喜快樂 生命就更加提升 在這一陣子我想大家提起身 在神以前 默土 神,我的生命有什麼 垃圾需要處理 我有沒有這個習慣呢 我想大家想想想 你能不能開始習慣 經常都由早到晚 多謝天賦 有些人說 我在做第二樣 怎麼可以多謝天賦呢 你就想到 喜歡神 喜歡神比較容易 我用一個形容詞 用一個形容的方法 那些人戀愛的時候 他在做功 你看他在笑笑笑笑 就是戀愛那些人 在笑 他在想起那個人 他就很喜歡 那你說 我不是那麼喜歡神 很難想到神就喜歡 那你就又想想 你喜歡吃那些芒果 荔枝 菠蘿 菠蘿 椒鹽蝦 有些什麼蟹籽 我喜歡吃那些蟹籽 很多種不同的好吃的東西 你想想神那麼好的工作 我真的好當靜你 我天天夜夜夜 喜歡耶穌 為什麼我們需要天天夜 喜歡耶穌 因為我們一不是經常想著耶穌 我們裡面就很容易有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情緒 或者是罪的意見走出來的 在這陣子 我希望大家在這個心裡面 神幫我 一夜一夜都可以親近你 主耶穌幫助我們 祝福就會臨在我身上 時事思想神的壞語 今天欣奉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的壞語極度的奇面 神你本身是極度奇妙可謂 偉大慈愛 充滿能力 充滿智慧又謙卑服侍我們 你心裡又何謙卑 主有你我們便滿足 求你幫我們全心 時時刻都奔緊你 有這種習慣 神啊我需要你 我奔緊你 我靠緊你 我依靠你 我從你得力 求你幫我們養成這種習慣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沒有想著神 很容易就會出錯 很容易就會用人的情緒 人的情慾 人的怒氣 來處理事情 或者心裡面要煩躁 求主幫助我們 在親近神的時候 我們專注親近你 在平日生活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盡量去愛慕你 感激你 歡喜你 然後在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想到你 在平日活動 我們都想到你 跟經常都盡量去任何人